每一年都要約他們見面 每一年都要講同一番說話 不要再玩了 會死人的 他們這些是跟立法會的議事規程去做事 但其實這個只不過是 在我個人來說 結果就是過你就是不想去過 整體配款裡面 是說的是數以千計的工程項目 有很多是已經開支項目力 不是全部是新建工程的 有些是延續性的 每一年都要給我多一千 那些錢不到 合日就簽了 事又在做 但到了三月三月 沒有糧出那怎麼辦 現在已經是二月了 我想是這麼多年以來 最遲最遲的一個年度 整體配款過不了 我想你看星期一日就知道了 會立刻跑步 跑得很快 他們問了很多問題 其實都不是公務工程小組要問的 連連區議會 一億的審批 你都說不過有頭問這個問題 那要區議會來做什麼 如果區議會都批了 大家同意了過來 那你又再問一些細節 又說那裡有沒有十街市 我覺得是一些很荒謬的問題 如果所有問題都要去公務工程小組才問的 其他委員會不應該存在 大家覺得香港不需要任何的基建 因為我覺得我們建造業是不需要爭存的 不需要建造業的 那是不是議員可以盡量 我們普通市民就不用吃飯呢 我覺得是一個負責的議員 就不應該有這樣的態度